出荷欢山上雪250车塞爆武林 入冬最强冷气团来袭大批旅客赶着上荷欢山武林只为了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兴奋的堆起雪人 可惜的是荷欢山温度仅仅一度 但阳光普照蓝天白云水气不足 只有在昨晚8点多短暂下了冰线和飘雪 没能形成白雪矮矮眉景 但还是不见游客兴致 早上一开放通行就吸引超过700人250部车上山 让这条蜿蜒的高山公路顿时塞爆了 游客从台湾各地前来 有人开心用残雪堆雪人 也有人准备热腾腾佳肴在这大块朵仪 其中最吸睛的就是这两只边境牧羊泉 可爱模样让游客想着合照 哪里来的 海北 冬蒜 冬蒜还还来 这只叫菜院 虽然荷欢山没有白雪一片 但转头看看这边 浪漫云海环绕山栏搭配清澈蓝天 这景象让人想多铸留一会儿 中央气象局预报 接下来两天温度会再下降 最冷可到负四度 但这波冷气团水气不足 要再降雪恐怕有难度 地方中心 南投报道